特别注意,就是我们刚刚讲完,主要是要最高分,最低分,及格分数就大于60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总平均部分 所以特别注意,这边的话呢,一样我们需要做一件事,就是建立一个204题 这边的话呢,我一样是在run之前,我需要给他一个,就是run的时候给他一个argument 就是给他一个参数,把这个参数加在这个地方,204的这个相关参数 那你就输入六个成绩好了,也许跟那个我们题目需要的 那把它run,run之后的话呢,他会从那个这边会接收到有arg,有几个 所以呢,总数总共有几个,那我们可以借由那个arg.lex 这个lex就是他的字串的长度,可以知道说这个arg总共有几个 那基本上我们这边呢,因而传了六个,六个成绩 所以这边的话会有六,把它传过来 所以这个地方,arg的lex会有六 然后呢,再来就是说呢,从第0个开始 去抓小于6,等于是0到5,编号0到5 也就是第0个就是第1个成绩,一直到第5个成绩,总共6个成绩 那做什么呢?把它转型 这边主要,这边有个integer,把它转成整数 放在一个x里面,判断一下说它是不是大于等于60 表示是否及格,如果及格的话呢,那我这边有个变数 叫big60加加,加一个 然后呢,这个sum把它加总起来 OK,然后一个,两个,三个 最后的话,关键在这里,arrays 那个arrays,arrays,把它source 它有个方法,把这个正列放进来之后呢,它会帮我排序 排序的话呢,当然呢,它会帮我由小到大 预设的话呢,是一个地增排序 那地增排序之后,最高分我就算出来 这个正列里面的n,n是6 OK,6减1的话,那代表是最后面那一个,就最高分的 因为它是0到5的关系 那如果最低分的话呢,当然就是0 第一个,那再把那个及格的分数 跟最后的总平均 把加总之后,除以什么呢?除以n 那就会有一个最后的成绩 所以我们算出来的话,那各位可以看到 下方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要的结果 因为时间的关系,画面先换给各位 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那个204题 所以这一题基本上呢,也不算太困难 主要记得就是要传递我们需要的引数 有6个成绩,OK 那第二个比较重要就是转型 integer里面有个pass in pass in里面的话呢,可以把输入的是一个字串 那我读进来之后把它转成什么? 转成整数 判断,所以这边有个判断 判断它是不是及格 然后把它丢到那个big60,加加 最后呢,底下这边有个加总 把它加,加等于 把那个x放进来 把它全部成绩加起来 最后会用一个排序 不过排序部分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用一个arrays这个类别 里面会有一个sort的方法 再把这个阵列东西丢进去给它 它会自动帮我递减排序 特别重要是递减排序 最后再把成绩给输出 这一题就完成了 OK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先讲到204 那下个礼拜最后一次上课 基本上呢 我们会把那个206一直到210 把它讲完 所以回去的话 你也可以先预洗一下 咯